第3085章 在学校门外追上两个人 两人站在校门口 傻傻地看着前方某处 怎么了 叶小木四周扫了一眼 除了白茫茫的雾 什么都没有 刚才有个人走过去了 王国灰呆呆地说道 哪里 廖正指着对面的一座小房子 白武之下 能见度只有十几米 只能隐约看到一个门框 里面黑洞洞的 这是什么鬼地方啊 廖正哭了 是真的哭了 本来在教室里 已经被怪声吓得要死 强撑着一口气跑到了这里 还没能放松一下 又看到了神秘的人影 人几乎要崩溃了 行了 别哭了 叶小木拉了他一把 现在什么都别说 我们还是先走进这里再说 四周白雾笼罩 只能看到建筑物的影子 三人分别了方向 继续朝着山谷出口的方向走去 一路上静悄悄的 但是三人的精神都紧张到了极点 目光警觉地在白武中搜寻着 提防着随时会有东西冲出来 阴天 加上大雾 中午时分 天却黑得像傍晚 三人伸一脚浅一脚地 从公路上走过 转了好几个碗 依然还是水泥路 王国辉看了下手机上的时间 说道 四十分钟了 情有骨没这么大 按说我们早就出去了 那为什么我们还在这儿 叶小木问道 这个问题王国辉回答不了 三个人的内心都无比的紧张 再走下去 雾气好像大了一些 四周建筑物里出现了灯光 跟我们那天一样 王国辉咕弄道 看来我们已经走出了情有骨 到了那个镇子上了 可这附近没有村镇呢 叶小木质疑道 王国辉耸了耸肩手 我对这也不说 可能我们走了反方向 情有骨有路跟别的镇子相连也说不定 这个解释漏洞太多了 但是 已经是他能想到的唯一的解释了 当一个人面对未知事物时 总是需要一个科学的解释 哪怕是用来安慰自己 叶小木走下道路 朝附近的一处灯光走去 小木你干什么 廖正吓得一把拉住他 有灯说明有人 我去打听一下这是什么地方 你疯了 万一 万一里面不是人呢 廖正声音里带着哭呛 叶小木愣了一下 什么也没说 继续往灯光的方向走 这是一座二层的小楼 开上去不像是民宅 而是某个单位 一排房子里都亮着灯 叶小木特地观察了一下 这座小楼虽然不是全新的 但是建筑时间最多不超过十年 这么说来 他们大概真的走出了情有镇 他来到了一间亮灯房间的后窗下 朝里面看去 里面好像是个车间 停放了一些机械 机械很脏 上面堆着不知道什么东西 看上去像是在工作 但是空旷的车间里 一个人都没有 他又看了几个房间 结果都一样 灯亮着 但是没有人 尘是怪了 无奈三人只好继续向前进 走不远处 前方道路就出现了分叉 一左一右 就是这儿 王国辉指着左边的那条路说 我们那天走的就是这条路 前面不远 就是医院了 再走一段就出去了 三人踏上了这条路 走了五分钟 路边果然出现了一座医院 从外面看上去 医院不是很大 院子里面有一个花园 然后是一栋大概四层高的楼房 造型风格看上去像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那种 但还比较新 院子也很干净 一看就是平时有人打理的 对面一楼就是挂号大厅 灯光昏暗 能依稀看到挂号的窗口 三个人在门口停留了一会儿 叶小木提议道 进去看看 你疯了 我不去不去 廖正嚷了起来 我们来就是调查 白衣染到底经历了什么 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既然一切起源都是在这里 总得进去看一眼吧 叶小木望着王国辉说 王国辉待了半生 他问道 你不怕 你们要是怕 我自己进去 叶小木说完 就走进了无人的院子 王国辉犹豫了一下 也跟上了 我等你们呢 你们快点出来 廖正打死也不愿意进去 就在门口站着 一进大厅 立刻就有一股 医院特有的消毒水的味道 迎面扑来 叶小木在大厅四下 打量了一眼 发现这大厅虽然有点简陋破旧 但是地面干净 包括座椅上也没有灰尘 说明至少三天内 有人打扫过卫生 不然桌衣板凳这些地方 一定会蒙灰的 我们还是不要上去了吧 王国辉哀求死地望着叶小木说 这一间寂静无人的医院 给人一种很诡异 很压迫的感觉 叶小木也感觉到了 脉步来到了挂好窗口 里头没人 于是从边上推了推门 果然门没锁 里面是常见的那种办公室 桌子上摆着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 有一个金属的保温杯 边上放着一副眼镜和一份报纸 叶小木想到了什么 过去拿起报纸 是一份春城早报 看了一下时间 1985年11月29日 感觉脑子里好像有什么东西 嗡得一下炸开了 嗡嗡作响 报纸这东西 正常都是当天看的吧 没有人会在上班的时候 带一份几十年前的报纸来看吧 王国辉捡的发呆 凑了过来 问他怎么了 当看到日期之后 他身体晃了晃 干脆坐在了座位上 穿着粗气 厉声难难说道 怎么回事 真是怎么回事 叶小木猛然想到了什么 却推开了办公室的隔间门 刚从外面 已经看到了这里是药房 货架上摆满了药物 他随便抓了几样 查看上面的生产日期 发现生产日期和有效期 全部都在1985年左右 叶小木趴在柜台上 大口呼吸 心中充满了迷惑和恐惧 如果那份报纸 还有偶然性的话 那么这些药物 就是实锤了 任何一家医院 都不可能卖几十年前的药 给患者吃 但这一切 怎么解释呢 如果这里跟青蛹谷一样 是一座几十年前的老建筑 能为什么看上去那么新呢 就算天天有人打扫 勉强能维持外表本 但是这些药物的包装盒 为什么看起来 像是崭新的 这绝不可能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